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座人员 陈兴宽 请上了一座小岛 他自行的目的是要帮助陈兴宽 在这座小岛上找到自己家故居的具体位置 十一年前那场著名的大洪水退去后 为了安全 岛上大多数居民都搬迁到了将对面的城市新区举动 一个曾经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过举足轻重角色的古老街震 也就此交求退出了历史舞台 十一年来 古镇街道就这样保留着当年居民撤离时的姿态 然而近日 同龄市房管所却要在这样一个已经人去楼空的小岛上 做详细勘察工作 静悄悄矗立着的这片等待修缮的老宅 是同龄市郊区千年古镇大通的一座江岛 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做荷叶州 斑驳的建筑似乎透露出曾经的繁华四季 同龄这个江面 一向从湖北下来到这个江西这代的来 它都是自西向东流向 然而呢 这个流到同龄以后呢 突然就是改向了 改成什么南北向了 不止从和年和月开始 长江在流青同龄阳山基时 因为江水受阻导致沙土淤积 渐渐形成了一弯小岛 小岛的形状仿仿佛一条迎风舞动的河叶 于是人们就把它叫做河叶州 河叶州和江南岸隔着一条大约二百米宽的嘉江 叫做雀江 雀江就像一条绸带 连起了河叶州和古镇大同 历史上 河叶州和古镇大同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 我们来到同龄市图书馆 据了解 当地的史料都在这里保存 不巧 图书馆正在装修 看来要找到古镇的资料 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这边里面全部都是县制 这边 这里面都是 不是县制 是我们的同龄的地方制 地方制 对 这个应该是很老的了 乾隆的 这些都应该不是 如果以而讲很老的 古镇我们没有很老的 就在大家翻阅这些地方制的时候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古县制应该在另外一个地方 原来是文物馆的工作人员 因为不放心装修期间 古县制的安全 把他们单独收了起来 在1757年 就是这个 这个是乾隆的啊 乾隆 这个是家群的 这家群是隐蔭本 就这个啊 这个是老的 好像是老的 这个 乾隆22年 1757年 是 这里最晚的一步 就限制 这也是古籍三本 嗯 这是古籍的 这是两本啊 古籍三本类啊 这两本啊 不全 还有隐蔭本的 对 隐蔭本类 隐蔭本是全的 隐蔭本是全的 这是什么字 隐蔭 隐蔭州 但是在这 就是在你这个 最早的两个古籍上的里面 关于荷叶州的 就这一句话 一般就是 就一句话 就一句话 对 好多都是一句话 因为它古人的 吃这个东西啊 非常那个 简洁 简洁的不得了 嗯 那还有大通合伯所 对对对 这个 还有江房行属呢 大通义在大通镇 那还有这个嘛 江房行属在大通镇 对 大通合伯所在大通镇 在这些 已经泛黄的 同龄县制上 关于大通的记载 少得可别 但我们还是在 荷叶州 也就是史书上记载的 淤掌州上 找到了大通驿站 大通合伯所 还有大通巡检司 江房行属 这些字样 这个地方自古是个 兵家必争之地 这个地方长江水 到这个地方是最窄的地方 前面有阳山基 阳山基上设了一个炮台的话 可以说是一副党冠 万副摸开 这个 雀江呢 过去又是一个避风港 所以这个地方呢 来往的商客也很多 最早是设立了这个 呃 驿站 第二个呢 就是那河伯所 第三个就是那个 巡检寺 巡检寺驻军 驻军在这个地方 两边把守 那边雀江的那个口 和这个口一把守 这个也就十分安全 真气春开 云霄海纳 该是英雄 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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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抗民谣的余春勇 是同龄式一位民间学者 研究大通的人文历史许多年 对这座青年古镇的历史 文化 风土人情 以及民间音乐 他都有着极大的兴趣 我站的这个位置就是大关口江当时的这个延武招商局的大门 大门所在地 呃这边呢 这门大概就是有这么宽 从那里又到那里这么宽 是一个很很高大的一个那个明清就是灰州的建筑 那边是一个石狮子 这边一个石狮子 后面是上马石 关于于春勇所描述的延武招商局 当地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 曾国藩 他镇压太平均起家 他呢就是镇压过以后呢 就是来考察这个 这个江南这一带 在行传当中呢 发现了这个州 他就是情不自信就说了一声 好一个天然两岗 就是上报了朝廷 就是把这个延武这一块呢 就是设一个延武招商局 除此之外 还有一种说法是 当年曾国藩与大通名市夏思田 私交甚度 故将延武招商局设在大通 通辖延江和周围树上的延武 是这里成为晚南一带重要的延夜集散中心 大批延传和名商巨谷们云起于此 百叶随之兴旺 一幅清明上河图室的花园 就这样在一座小岛展开了 蛇以后 1932年出生在荷叶州 他的曾祖父曾经在长江上打鱼为生 祖父后来到荷叶州 在这里经营起一家名叫隋德泰的粮食行 并很快成为荷叶州的大货 在奢依后的童年记忆中 粮店里曾经雇佣了许多运粮工人 大家都真心困厚的 就是看谁跑得臭多 就是一无一喊喊喊好日 哎呀 嘿吼 嘿呀 嘿吼 荷叶州的面积仅仅有两平方公里 最多是住户和流动人口 却有近十万 对于粮食的需求量自然就很大 而且奢価的粮店还经营着批发生意 这个粮食都是收的 就是江北 就是靠中央啊 这个或者这边贵子啊 贵子大同尉啊 这个相距也很广 就是童年仙的啊 还有清阳的啊 他有的时候 他是自己那个时候一家一户的 他一个三十单五十单 他就把用小船转来 转来以后呢 你把收到 收到以后你再 再给外边有人来收 这么看来 荷叶州其实是一个中转港 这里因为盐而是港兴 又因港而是祸兴 靠这个江边啊 全部是船 船的啊 就是靠着边下的 船一拍不够 后面就等于拍的样子 尤其是个拍三四拍 就是从从船头拍到周 就是从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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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有个 靠这个箱子口里 他可没染个小路出来 不然你还不得进来呢 那个那个船那真是 哎呀那那那那那真是密密麻麻的 这盐墓展现局 建好以后呢 就给这个大通这个这个 河叶街的这个繁荣啊啊 就加了个加速器 等于就是迅速的繁荣起来 因为盐商都到这来了 盐商嘛都腰缠万贯 把这个这条街啊 带得十分的繁荣 七十多岁的吴大英 就出生在老街最繁盛的时代 他们家上述六代 都生活在荷叶周上 算是岛上的原住民了 我们幸运的找到了他家十年前 准备搬离小岛时的画面 据吴大英回忆 因为当时街上做生意的店铺很多 所以防火防盗在荷叶周是大事情 喊着口啊 就像他们走过来的喊着 不是那个那个门啊 那帮队这么厚 那看有头肺小行动不好 把门一关 那后的喊着开 也会关门 一个一个都跑不掉的 但是 荷叶周开店铺的房子后门都临江 小偷万一从江上逃跑呢 真正跑到这个 真正跑到这个家门鱼去的 我住这个有掉漏啊 掉漏底下 他要有头肺来的 有腿来的 那个家门鱼有新路的 新路啊 有 古筑干那个小跑艇 另外的还有卡 卡的这个现在就等于是 上温那样的 这个小七点 如果脱肺村 他脱肺村 他脱肺村 他温水怎么办呢 他脱的水就温路 跑不掉 跑不掉了 看来小镇对安全问题 已经设置的非常重密 几乎可以说没有人能够从这样密不透风的方法中溜掉 在荷叶街上随意走走 还会发现每条街上交汇口都有这样的大水缸 这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叔叔们 他当那个就是救火的最大的呢 就是那个把龙头的 水在哪个地方交 我记得他就干这个事 他很光荣 哪个地方发火 他就是 就是一起去的 又压了个鸡子 他就把打水 就是这样大家很信任你 有这个激烈 也很得到大家这个信任的 才选拟干 就是那个 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干是 大家都 都是很自觉的 自愿的 都是自发的 原来这些大水缸叫做太平缸 是当地人用来除水灭火的 除了太平缸以外 荷叶周省的建筑也具备防火功效 像这样子就叫防火墙了 就是 晚来古民居呢 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这个 因为呢 这一失火的时候 就殃及不到下一家 古镇上的杂货店 满足了当地人的消费 因为来这里的延商 妖缠万贯 所以又促进了小镇服务行业的发展 于是在荷叶周上 就呈现出千家店铺的繁盛景象 而荷叶周这个名字 也改叫了荷叶周 不知道是不是想说明 做生意要和颜悦色 1936年出版的 中华全国风俗志中 有一篇《雀江风俗志》 详细记载了三十年代 荷叶周的繁荣 千家店铺 三家报馆 八大银楼 八大商邦 四大码头 四大洋教堂 四大佛教寺院 茶楼戏院 妓院多不胜数 试经风情 颇似清明上河图 因此 陈兴宽的勘察任务 也就格外的庞杂 四三大堂商 在什么位置 哪大方叫什么名字 我这个都举名字 可是啊 其他方前 这个坐落在哪地方最繁荒 哪个叫什么 什么 巴拿回馆啊 可是啊 这个 三家银楼啊 可是啊 包饰啊 这个 这个 鱼饰啊 茶楼啊 这个 各种商务啊 还表护的人啊 秦军案啊 我这个都举名字 很残惜的很 1949年 出生在岛上的陈兴宽 是大通镇房产管理所的管理员 自从他的祖父 当年挑着货弹来到这里 此后三代人 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如今 同龄市政府确定 要在和越州发展旅游 他就理所当然的 担任了合适情况的工作 他自己也认为 没有水比他更合适 这项工作 就是把这个水的房子 连结构啊 都烧香下去了 去设计考察的 就是要搞这个资料 刚刚被陈兴宽 确定了故居位置的 汪耕生老人 关于自己的童年回忆 都是一些甜美的味道 这是因为他们家在荷叶周上 曾经开过一家蛋糕店 太香 比现在吃的好吃的多 我们那时候小时候 一到地里来晚 就喜欢吃那个东西 吃那个煎烤出来的 那个瓦饼呢 和蛋糕 太香了 因为它是炭火烤出来的 那个鸡蛋 打鸡蛋呢 用这么大的一个杆 就像那个大烧把式的刷子 就在这里面这样 角度 也没有电的 现在是个没有电的 全部是我们制作的 麻酥坛啊 那么翻冰糕啊 都用人工切的 除了高田以外 汪家的店里还卖一些其他的东西 盐啊 什么任务品啊 什么纸粘啊 什么胡材啊 这些东西 还有盐啊 醋啊 酱油啊 就是这些东西 汪耕生从自己的母亲那里听说 祖父当年曾经在武汉经营一家很大的店面 当他身体变差的时候 就把家产交给了父亲 然而做进去并不是一块做生意的材料 那现在来讲的就是个半价子 还没几年呢 把那边加上高空 高空的以后就回到这儿来了 来到荷叶周后 父亲为了养家糊口 开了这家蛋糕店 也算是继承了组业吧 店里不仅卖的东西品种丰富 就连经营方式也是特别 那现在讲就是古分制的 这个店是四股东 我们家呢所谓大股东三股 他这个怎么给人家寄站呢 临终封红 怎么分呢 你平时你家里要用个什么东西 就到这里来寄个站 比方说我打一斤酱油 买几斤盐 或者买点什么高点什么的 有战场一些人给你把站起下来 到临终封红的时候呢 就在这里面扣掉 其余的拿回家 无论是奢依扣家的粮食店 还是汪刚生家的蛋糕店 都在见证了荷叶州的繁华后 又遭遇了荷叶州的一次次衰败 三十年代的中期 很多地方呢都眼红这个地方 都想把这个盐武招商机构争取去 比方说九江 吴福 安庆 都想要这个这个地位 但是呢 这个因为是历史上都在这个地方 就是一直是在这争取 后来呢 这个蒋介石也想把这个盐武机构取消 迁走 但是没有成功 但是盐武招商局最终还是被撤掉了 随之 河叶州也走向了衰落 直接的原因是 五湖到上海的铁路 修通以后 火车运输它的成本低 而且它的运量大 也不受天气原因的影响 所以呢 这个盐呢的运输啊 就 渐渐的不从这走了 不从这个这里这个盐武这个机构呢 就清闲下来 就在河叶州走向衰败前的最后时光 如回光返照般 小岛最后的繁华时期 出现了当时许多地方都没有的电灯电话 戏院里面还上映着与上海同步的无声电影 小小河叶州呈现出没落前最后一抹繁荣 出来比水运更有优势的铁路交通的兴起 导致河叶州破败的最直接原因是战争 后来发生了这个抗日战争 川军的守军是当时是川军 就这个为了交土抗战 把这条街就烧了 交土抗战是国民党川军第十四旅 执行国民政府的命令 为了不留任何资产给日本人用的 一种所谓抗战方式 老百姓呢 就把家里的值钱的东西啊都都都都带到 带到身上就跑返了 然后这条街上大部分都空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全部都走了 像这个房子就在1938年就一把火 五月份嘛一把火全部烧掉了 这个五百多家店铺只剩了三十三家 全部烧毁了 其实远在盐武招商局建立几百年前的唐朝 和越州就因佛教而闻名于世了 唐开元七年 新罗国王子金桥爵 就是从大同登岸出家 千年以后 这里留下了一座进入九华山的头天门 这个大九华山头天门的牌坊 上面写的就是九华山头天门 进入九华山的第一道门 对我们进入这个牌坊就进入了九华山的佛界 它和我们现在的行政计划是不一样的 它佛有佛界 曾经 香客们去九华山只能走这条水路 那是多么拥挤热闹的场面 后来有了公路 人们就不必再过这道头天门 进香的水路被彻底废弃了 就像它旁边的小岛和越州 同名电视台的记者张国平也出生在老街上 每次来到库局门前 他都要点上两根香烟祭拜自己的父母 尽管张国平并没有亲眼看到过当年和越州的繁盛景象 但是从父亲那里他知道 在和越大街 图户是有等级分别的 和越州古镇清晨 钱和生打开了自家的大门 也许当年他的父亲秉承着清白做人的祖训 就这样每天拆开了门板开张营业 为了表达对父母的怀念 钱和生花了几万块钱 把自家故居进行了整修 为了修旧如旧 连屋顶遮光的毛玻璃 都是他从旧货市场里找来的 把这个修好了 在这个变动下 我许多同修人父一咕咕的一咕咕的 就是慢慢的修起来 钱和生一家 曾经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居家外迁 他对那次离开小岛印象深刻 那时候五十年干大学的学潮很大 不难套钱 那时候的家里的我弟兄姊妹摟过 我的背负就考虑到学位太大了 已经接近楼板了 看来这个那个小孩子可能也确定问题 然后就哺了一条船 然后我模型的就惦领我们 怎么去去呢 我们在楼山顿的 然后就拍不着椅 从老板讲的干脆吧 就把这个挖的 就在楼山那里面 在窗户哈地挖了一个洞 我的模型心去去了 然后就接着帮我们接接 就接着从人去做 监和生重修祖屋时 并不知道当地政府要在这里发展旅游 除了对童年美好记忆的留恋以外 重修祖屋更重要的是 表达他内心深处对父母的思念 哪怕就是我今天修好了 我都去把他修好了 我跟他们讲 如果第二天是地震怎么办 我都无论了 现在都到岸位了 我已经跌得决母亲了 跌得决父亲了 监和生给家里的每一位成员 都配了祖屋的钥匙 以方便他们随时回来 拜祭父母祖先 配了七八钥匙 我弟兄四个 一个大骨 一个小骨 不就是那把呢 还有一把 我是给我那个背负的 另外我昨天有那个 前几天又配了几把 给我那个二背负的他的儿子 大背负他的圣子 也给他们的 透过千家祖屋看出去 一群游客正在参观古镇 而陈兴宽做的测绘工作 也还在进行 他终于找到了方白老先生的家 不论继续存在还是最后消亡 和越州历史的过往不会被遗忘 希望在不远的将来 我们可以以别样的方式 感受古镇当年的辉煌和繁盛 2006年代一次大规模科学考察 宣布了白鸡屯的功能性命绝 然而2007年 又有人在长江安徽 同龄江段看到了他的身影 长江里是否还有白鸡屯存活 今天收看走遍中国 找寻最后的白鸡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분�千元